我們剛剛廣告時間跟阿哥聊天 其實現在的來賓目前上金錢爆比較久的 還存在的其實是阿哥 阿哥那時候上三四年前就開始上金錢爆 沒錯 你說你第一次上五分鐘 我講了好認真講了五分鐘 出了只剩一分半 被剪成精華版一分半 因為講太慢這樣子 對現在速度是越來越快這樣子 不過還是謝謝這個在場來賓 一直幫這個金錢爆不斷的精進 希望給觀眾朋友多的一些收穫 不過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封關剩下五個交易日 你到底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昨天做了一整集的專題說 這個有一些股票你該賣就要賣 那如果你想了一個晚上 你還是賣不下去 還是決定報股過年的話 好沒關係 我們有另外一個配到措施來幫助你 譬如說你現在手上 你有五十萬的股票是套勞 或是你有一百萬被套勞 還是你有兩百萬被套勞 都沒關係 我們請冰冰哥用一些最小的資金 做最有效率的避險方式 那大家要怎麼買 是怎麼避險 那避險之外呢 還另外可以買哪一些 你幫大家做解讀 好其實這個部分就是一直大家都 不是很想要 但是呢 卻非常需要的東西 是 因為 不想要避險 對啊 因為大家都覺得多花錢啊 對 但是它卻是很需要的東西 有必要 因為多久的時間 9到11天 是 你怎麼可以這麼長的時間 不去避開你的風險 因為當真的市場上發生大行情的時候 尤其大家記得 2014年那時候 因為2014年真的是我 有史以來 2014年台股發生什麼事啊 台股的風關是發生什麼事 收黑 是 對 是一個收黑的情況 收黑之後 每股連續大跌 對 風關前 跌完是跌 然後開紅盤在這邊 對 當天是 直接收黑 風關收黑 開盤大跌 這是風關 這個是開紅盤 對 然後之後整個 所以我們現在剩五天 萬一有這個情況發生的話 趕快 哪一天開始幣 趕快哪一天開始幣 來看一下 這個是台股的一個波動率 因為我們幣險都用什麼幣最好 當然是選擇權的 put 就是所謂的看跌的 就是我們的 賣權 是 賣權才能往下的時候 才有力道去幫我獲利 對 所以這樣的狀態 我們去把它的波動率拿出來看 因為波動率是 決定選擇權到底貴 還便宜的 我們看不懂 這怎麼看 這個不能看 因為它出現了三年比較奇怪的情況 因為2009是一個大空頭 是 然後2018年是什麼 2月6號 所以那天大跌 所以造成波動率提早上升了 那2010大家去查2月5號 基本上也是一個大跌的行情 所以造成波動率提早上升了 所以我們把這三年全部拉開 嗯 大家就看到一個狀況了 平常如果發生比較平靜的時候 可以看到第一天 也就是所謂的今天 今天是 今天也就是所謂的從風光往前算 5天 今天禮拜三 對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四 禮拜五 下禮拜一 禮拜五 禮拜三 那哪一天開始避險最適合 避險最適合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跌是正常的 根據統計數據 所以剛才大K其實有講到 為什麼今天波動率是往下掉的 嗯 對 那哪一天最好 第三天 也就是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所以要用你的方式來避險的話 禮拜五適合 禮拜五是一個最好的時間 最好的進場點 禮拜五 因為要給大家一個買東西的時間點 對 要不然波動率快速的上升上去之後 大家就買不到好東西了 那禮拜一之後咧 大家開始積極的要避險了 哦 所以我們要提早他們 對 你不要等到 你不要等到人家禮拜一再來避險 人家都已經把選擇的價格買上去 對 已經變貴了 是 買到這個時候就特別小心 那這邊有一個特別要點 跟大家提醒 2014 2016這兩年 嗯 因為其實這天剛好是封關 封關如果波動率上升就要小心了 嗯 因為正常 封關的波動率會稍微的下降一點點 但是還是比禮拜五高 是 對 所以這天 波動率上升的時候 大家就要小心 可能會有 剛才講2014年的例子發生 所以 如果這天還沒避險 真的要趕快來 嗯 對 就是這樣 那避險我們當然要舉例子給大家做說明 對 如果假設 我自己有50萬 對 股票 真的在這個時候 我要防 暴底 那我假設 現在台股真的大跌了300點了 50萬算小資族 對 還要怎麼避 對 怎麼避 如果真的需要來做避險的時候 對 你去往 價外去找那個比較便宜的 因為剛好我目前找的是 這一個 W5的合約的選擇權 他把它找出來 去找9600點的put 你要需要花多少錢 花2000塊 對 如果你有50萬的股票 要避險 如果你有50萬的股票的話 請你去買 9600的賣權 然後大概買個三口左右 買個三口 對 這樣要花多少錢 大概花2000塊左右 2000塊 這樣就可以避大概50萬股票的錢 而且這個50萬股票 大家記一下 禮拜五是個好機會 對 這樣子的部分 如果你是大跌的情形 你是多少 你是損失800塊 因為你的下跌的部分 你被什麼 你的選擇權狀 對 冰冰哥 把這個其實 是什麼 損益跟虧損 互底之後都算得很清楚 有興趣 大家可以把它截圖看清楚 不過我們結論讓大家知道 50萬的就是買9600的賣權 賣權 買三口 對 三口的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如果你是100萬的 100萬的部分 增大一點 那也不要買同樣一個選擇權 因為你的可能履約價 在9600的時候 你會出現大賠的狀況 因為你可能賠掉什麼 賠掉往下跌的股票 又賠掉選擇權的這樣的價值 因為剛好來到9600 9600不會有保護效果 所以你要買不同的履約價 變成9600跟9650 你持股不會是100萬的 你去買9650的PUT 跟9600的PUT 那部位要買什麼 部位變成三口跟四口 四口 四口9650的 然後三口9600的賣權 那這樣子大概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5千塊 5千塊 就可以幣這1萬塊 100萬的整體的風險 那你看 如果真的大跌300點 你反而還是賺的 對 因為你的買 往價內一檔再去買 你會變成什麼 這個獲利基數會更高 所以就會變 反而賺的多少 1萬1千塊 市場在下跌 你還撈了一些錢回來 沒錯 對啊 如果你是200萬 當然 我們再往內再買一檔 再買多一個履約價的 對 再往價內去買一檔 所以是買9700的5口 對 9650的4口 9600的3口 那這樣的狀態 這樣花多少錢 這樣子大概花 1萬塊 1萬塊 所以總共花25001萬 是 對 這樣的狀態 1萬塊的部分 如果真的大跌了300點之後怎樣 他反而是先獲利 1萬3 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 做避險的時候 你每一次要去做操作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避險的方式 那如果他還是很想買股票呢 我必買的股票 你覺得有沒有 當然有啊 因為必買的股票 你看 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最常做什麼事 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 大家最常做什麼事 大家就是吃啊 吃年夜飯 對啊 吃啊 因為大家過年都會吃很多東西 所以就會變得稍微胖一點 所以 當然 必找的族群就會在食品 對 那另外第二個 正因你的過年 特別的長嘛 他總共有9天的假期啊 是 這9天的假期 大家就幹嘛 出去玩啊 對 所以相對的 飯店業 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又是飯店 又有吃 有餐廳 你覺得精華 精華還不錯 比較相對不錯 精華肩股價還蠻強的 尤其是整體 你看 他平時來講 他都是一個比較屬於緩跌的狀態 那到近期 如果出現一個長紅Kate之後 其實走勢很容易 去出現延續的狀況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如果一旦長的話 容易連續長 連續長 今天才第一根 今天第一根 後面還會繼續 還有機會 而且再加上 我們剛才是講的 那些剛性需求出現的時候 其實這很容易持續延續的 螃蟹長勢做一個發展的 對 最主要是這樣 所以這個值得大家做一個掌握的 好 非常謝謝四位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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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